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6号星期四 大家好 我们之前报道过兰州的兽医研究所 有几十个学生感染了不病 现在真相终于来了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些学生 因为这个病如果弄不好的话 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 他们还都很年轻 很多的观众都特别关心 现在有了真相之后 咱们向大家汇报一下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他们旁边有个叫中牧兰州生物药厂 这个生物药厂是专门给兽医做药的 然后他们做的是什么 就是说是兽用的 就是给动物用的这种不病的疫苗 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 他们使用了过期的消毒剂 导致生产的发酵罐的废气排放 灭菌不特别 等于就是菌就排出来了 然后它携带了 这个寒菌发酵液的废气 形成了寒菌气溶胶 那么兰州的兽医研究所 在中牧兰州生物药厂的下风 那那风就吹过来了 这个导致是什么 就是所有在它下风巷子 不管你是住户 还是医院 还是什么 都有可能感染 然后中牧兰州生物药厂的疫苗的生产 于2019年的12月7日 已经停止了 这点来讲 我们还是要表扬一下 这一次通过国际打媒体 史东基率先报道的这个事之后 中央给了极大的重视 北京派了专家过去迅速的去调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迅速的查明了真相 因为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们研究所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他们是做一个实验的实验失败了 导致了有几个学生就暴露了 暴露了之后他们去检查 其实检查的时候是检查 就是说实验失败的病 结果就是查出来这个来了 然后不过也谢天谢地 感谢他们的实验失败了 然后大家负责任去检查身体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给你调成 然后别撑着我 然后就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 药厂不断的往外排这种 韩菌的这种气体的话 在它下风向的这些人 就会长时间暴露在韩菌的空气下 那样的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有问题 对吧 现在还好 时间还不是很长 及时的发现了 然后这边 中央人也重视 迅速的就发现了原因 那么12月份以来 不光是兰州的兽医研究所发现的问题 兰州大学也有问题 然后旁边的黑龙江 据说是有人员的穿插 导致了那边也有人检查出问题来了 反正在它的下风口这儿吧 都有问题 你从这经过过也有问题 然后反正人员的穿插 也会造成一部分问题 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不病的疫苗是人工做的 所以它是弱毒的活疫苗 毒性比较弱 那么小剂量的受用的不适疫苗的 进入人体之后 三至六个月之后就会衰减 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 一般无症状者甚至都不需要治疗 然后他说会不会导致不孕不育 他说这样 他说一般来讲是不病的重症患者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反复发作可能会引起生殖系统的炎症 导致不孕不育 但是如果及时就医规范治疗的话 预获还是良好的 一般不会这样子 然后他说这一次群体性的不适 阳性 是属于抗体阳性 是因为受用疫苗进入人体产生的 这个东西最后会不会导致不孕不育 专家在这只能说 说首先你不是病患 你没有得到这个病 你只是被等于 本来是给动物接种的疫苗 给你接种了 对不对 会不会导致不孕不育 专家说国内外的文献 均未见导致不孕不育的相关报道 所以我们不知道 反正 因为主要的问题 为什么国内外的文献 未见到相关报道 主要还没有 把受用的疫苗给人用过 所以 中国特色 这以后就会有这文献了 对吧 他们跟踪调查之后 就会有这文献了 我觉得反正 中国专家也还算比较小心 在这方面比较小心 但是反正看专家的意思 就是说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疫苗 你并没有得病 然后剂量也比较小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 也无需治疗 所以不用担心 不会导致不孕不育 这实际上是专家的意思 但是专家说的是非常小心 因为他也担心 对不对 反正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及时发现的还比较好 如果长期暴露在疫苗之下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是吧 也感谢媒体的监督和报道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会把这种记者媒体称为第四权 就是说 有这种媒体的监督和报道之后 整个的社会有了知情权之后 才会有关注 有了关注就会有压力 那么政府就要及时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吧 这样会保护很多人 我们相信在药厂下风口这些人 实际上这一次终于都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长期暴露在这种疫苗的环境里 时间长了的话 最终肯定就是要不孕不月了 对吧 你不能没完没了的 在里面泡一年 谁也受不了 对吧 及时发现 反正及时治疗 然后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是一个疫苗 它是弱毒的 对吧 毒性比较弱 好吧 所有对关心这个事情的人 我们最后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完整的报道 好吧 那么后面如果再产生了什么恶性影响 我们再报道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 这事就算高于段落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到此的话就会好一点 但是再引起一个关心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只有这么一家 这个疫苗厂商使用这种 就是说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这种过期消毒液呢 肯定不是 恐怕不是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厂商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 也把其他的这种各种病的这个疫苗 就是免费的散播到了空气当中 是吧 大家呢还是得小心 是吧 要不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住宅啊什么 旁边只要建这种什么药厂啊化工厂啊 大家都特别担心住在这儿了 对不对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你去买房子 你听旁边有个什么这个药厂啊 或者化工厂啊 你也是想一想对不对 所以是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的规范管理 是吧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